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就能够知道对方的想法 也许这就是爱情的奇妙之处吧 在爱情当中很多时候 女孩子都是矜持的 也许她不会主动说爱你 也许她也不会主动为你付出 但是有很多反应情况 都能够证明她的真心和想法 不拒绝你的甜言蜜语 在爱情当中 其实女人的界限感是很清楚的 大部分女人都会喜欢自己喜欢的人 而不是强迫自己去 接受一个自己不喜欢的人 女人在爱情当中会分得特别明显 当她不拒绝你的时候 才表示她的心思是向着你的 如果一个女人从一开始 就是拒绝你的 那么你也没有必要 白白浪费自己的努力 当女人不拒绝 你的甜言蜜语的时候 也就说明她对你是有期待的 对你是有想法的 因为甜言蜜语总是能够让人开心 但是甜言蜜语也有时候 代表着一种暧昧和喜欢 如果一个女人坦然的 接受了你的甜言蜜语 实际上是接受了你 甜言蜜语总是能够让人欢喜的 如果一个女人不喜欢你 你给她说再多的甜言蜜语 她也觉得你是有嘴滑舌 而如果她喜欢你的时候 甜言蜜语就像蜜糖一样甜蜜 不拒绝你的礼物攻击 女人的不拒绝其实都是一种暗示 暗示你可以对她发起进攻 因为女人在不喜欢一个人的时候 她会明确地拒绝她 如果一个女人在对你 没有半点好感的时候 她是不愿意你的靠近的 而如果女人不拒绝你 你自己就应该清楚 你还有机会 当一个女人不拒绝你的礼物攻击 说明她对你有所期待 当一个女人不拒绝你的礼物攻击 说明她享受你的付出 当一个女人坦然接受你的礼物 也就代表着接受了你 不拒绝你的亲密接触 女人在喜欢一个人的时候 是能够包容和理解的 女人在喜欢一个人的时候 是享受和轻松的 所以说一个女人如果不拒绝你 并且能够坦然接纳 你的所有亲密接触 那也就无需太多言语 就能够证明她的心思在你的身上 你对她而言也是重要的 而如果一个女人不愿意你触碰她 一个女人不愿意和你多说太多的话 那么都证明她不喜欢你 因为真正的喜欢和好感 都是从亲密的接触开始的 女人不拒绝你的亲密接触 实际上就是默认了自己和你的关系 因为女人只会和 自己亲密的人产生关系 这个时候你也应该好好去珍惜 不拒绝你的暧昧试探 爱情当中总是充满了 各种各样的试态 因为当彼此都不确定 对方的心思的时候 肯定又不想打破彼此之间的关系 但是又迫不及待地想要进一步发展 这个时候大家都会去暧昧试探 如果一个女人不拒绝你的暧昧试探 并且享受这种感觉 想要和你有进一步的发展 那么说明她已经默许了你的进攻 这个时候你可以有所行动 一个女人对你的不拒绝实际上 就是对你的认可和肯定 一个女人对你的不拒绝其实 就是对你的好感和欣赏 这个时候你不要拖沓 也不要犹豫 爱一个人就应该勇往直前 好了 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 后期我们将会持续给大家 带来更多情感小知识 帮助大家分析女人复杂的内心 解决情感问题 如果对我的节目内容感兴趣 就赶快关注我的频道吧 感谢您的收听 如果您有什么不同的 或者更好的意见和见解 请尽情地留言 我将一如既往地和大家保持互动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